有没有必要光着身体在寒冷的冬季夜晚跳进水里 这得看是为什么了 欧洲绿色首都德主哥本哈根为了告诉大家 他们海港的水很清澈 就为东勇人士举办一场游泳派对 在分享哥本哈根的口号下 为绿能环保年揭开序幕 丹麦首都哥本哈根港口的水 接近到可以游泳 证明今年欧洲绿色首都德主哥本哈根 非浪得虚名 他们在提升生活水准的同时 也致力让城市更加环保 東勇者 約瑟夫 納森詹森說 他是海港浴場的常客 我認為我們有水很清潔 我們可以泡沫 我常常去二個星期 我認為是很高興去這裡 每天的生活生活 今年是哥本哈根的綠能環保年 未來一年預計有兩百多場綠能活動 包括義絕義賣會及大豐收節 世界各地的專家 也被邀請到哥本哈根參加會議 以及大師課程 分享最新的氣候解決方案資訊 除了這個曾經污染嚴重的海港浴場 已經完全計劃之外 在2025年之前 將要達成零碳排放的目標 確保全市居民享有利能生活空間 我們在一起